《女性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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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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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在開始拍攝的時候 並沒有想那麼多 說我要打破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制固 或者是說 社會對女性的一種限制和一種壓力 但是可能從我至少 從我當成內心裡邊 我至少想打破我自己的 別人給到我的 不管是從這個社會 還是從一些各方面 就是家庭 後期可能會覺得 比如說 中國的女性會受到 比如年齡到一定階段 為父母 或者是說這個社會說 你是要去結婚 然後有個男朋友之類的一些事情 當我在跟模特兒一起開始拍攝 我會覺得每個瞬間都很珍貴 但是當然 平面照片只是能呈現一個瞬間 然後我試著去展現 或者去抓住他們 我覺得最美的一瞬間 我覺得可能我選擇模特兒 首先有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真實 因為我覺得我可能也是一個這樣的人 這些女孩也都很有趣 然後很自我 可能我自己也有這樣的一面 希望能做自己 然後有一些夢想的人 我跟很多女孩拍攝 可能她有的時候 不太自信面對鏡頭 進去一點鼓勵她 或者是給她一個肯定 承認自己很柔軟的很脆弱的一面 同時也要給自己很大的信心 知道你可以做到很好 然後你也 而且我發現人是非常有潛力的 我覺得主要就是應該這個社會 是給女性很 她去發聲 其實她去講她自己的故事 不管是說她去鏡頭 去對準別人 還是對著她自己 她只要去很真實的 可以有這個機會 和這樣的一些平台 然後有很大的自由度去發聲 去講真實的感受的故事 柔軟 我覺得是一個很女性特質的一個點 這種柔軟和這種堅強 和這種很powerful的一面 它是同時共存的 就是因為這種很柔軟的一些點 會讓女性有一種很有韌性的一種力量 直接划算